上一章我们介绍了挖掘建模的主要内容 学习了许许多多用于分类 回归 聚类 关联的模型 数据集输入到一个模型中 然后再进行输出 我们可以得到模型的输出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该如何评价 到底好不好 好的话表现 在哪 不好的话又是为什么不好 这些就是我们这一章 要介绍的内容 即模型结果评估 我们这一章 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对应我们之前的模型 我们介绍分类模型评估 回归模型评估 聚类模型评估 关联模型评估 四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分类模型的评估 分类模型评估中 我们先来看二分类模型的评估 二分类 顾名思义就是标注分类 只有两类的分类 二分类在我们的挖掘任务中 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一般把二分类的一个类 叫做二分类任务中的正类 正类我们用1来进行表示 另一个类我们叫做二分类中的负类 负类我们用0表示 一般来说正类是我们相对来说更加关注的类 比如我们之前的HR表中是否离职 就是我们关注的 所以如果员工离职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样本叫做正类 而其他未离职的员工的样本叫做负类 那么再比如一个电商网站 我们要从一些店铺里挖掘出 存在刷单现象的店铺 那么存在刷单现象的店铺 就会是我们更关注的分类 就是正类 那么正常的店铺 不存在刷单 就是负类 那么还比如 一个游戏APP 存在一些有外挂的用户 即作弊用户 那么对于我们的挖掘任务来讲 真正的作弊用户 就是我们关注的用户 它们也就是我们关注的正类 而非作弊的正常用户 就是我们的负类 所以如果拿我们的测试级数据来说 我们得到的真实数据的标注 就会是类似这样的 这里面只有0和1 1代表正类 0代表负类 如果数据经过了一个模型的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该模型下的输出 也是仅包含0和1的 这个没有毛病 我们的目的就是比较 这个YPREDICT的结果 和真实的值比起来 如何 当然有的时候 0和1不是直接得到的 而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数据 在经过模型输出后 被划分为正类的概率 比如像这样 这里代表着它为正类的概率 所以如果这个概率 已接近于0 那么它应该被判为负类 那如果得到的是概率值 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确定一个预值 那么大于这个预值 分类结果将被判为正类 而小于这个预值 分类结果将被判为负类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去0.5 这个比较均衡客观的预值 但如果我们更加关注 正负判别的质量 那么这个预值 就有可能比0.5高一些 也有可能比0.5低一些 当然这个就是后话了 如果我们把测试集的真实分类 和经过模型预测后 最终的判别结果进行整理 注意我们用到的数据是测试集 这样的话 把这些结果进行整理 会得到四种映射关系 这四种映射关系分别为 真实值为正类 预测值也为正类的映射 我们把它叫做true positive 简称就是tp 这里前面的t代表的就是true true就是是真还是假的意思 那么后面的是positive 代表是预测的类别 注意这里指的是预测的类别 那么合起来 真的正类就是tp 也就是说它本来是正类 后来被判别为了正类 那么第二种映射关系呢 真实值为正类 预测值为负类 我们就把它叫做false negative false就是假的 negative代表的是预测的类别是负类 那么假的负类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正类 一旦我们把类分成了正负类 正类就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分类 那么这个false negative 是指把应该是正类的数据 判别为了负类 也就是我们关注的这个正类 没有被找到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把它叫做漏分类 漏就是遗漏了漏 那么第三种映射 真实值为负类 预测值为正类 就是false positive 简称fp 我们后面的字母 始终代表着预测的分类值 所以这个含义表示的是假正类 意思就是它应该是负类 但实际上我们把它预测为了正类 因为我们更关注正类样本 所以false positive 指负样本被错分成了正样本 也就是说这个正样本 不应该是正样本 而应该是负样本 对于我们更关注的正样本来说 它就是被错分了类 那么刚才是漏分 这次是错分 大家要分清这个概念 那么最后一个映射呢 就是实际为负类 预测也为负类 即true negative 简称tn 后边的还是表示预测值 真实的负类 就是负类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测试集的样本的 这四类映射都数出来 也就是数出它们的数量 并且整理好 组成一个矩阵的形式 就是分类模型中最常用到的 混淆矩阵 这个矩阵每一行 代表一个真实分类 每一列代表一个预测的分类 理论上来说 我们把它求个转式 也就是把每一行 让它代表预测的分类 让列代表真实的分类 也是可以的 这个只是习惯问题 我们就以这样的组织形式为例 如果我们把四个映射 找到混淆矩阵中的位置 就是这样的 true positive 指的是它本来是阵类 也被分为了阵类 所以它真实分类是1 预测分类也是1 而false negative 实际是阵类 识别为负类 也就是 它真实分类是1 识别分类为0 false positive 实际是负类 识别为为阵类 就是实际为负类 识别为为阵类 true negative 实际是负类 识别也为负类 就是在这里了 混淆矩阵中 对角线上的元素 代表着正确分类的数量 不是在对角线上的 就是没被正确分类的 所以我们最理想的模型 拿测试剂来看 应该是一个对角阵 如果得不到对角阵 对角线上的数字 加和占统治地位 也是可以的 有了混淆矩阵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许多关注的指标了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 就是把混淆矩阵 对角线上的数字加起来 因为这部分 就是我们分类预测对的部分 不管是正类也好 负类也大 总之是预测对了 对比下这部分的数据 占整体数据的百分比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正确率了 那么正确率的表示呢 是这样子的 它的分子是true positive 加上true negative 都是true 也就是都是被正确分类的 分母呢 就是四个的加和 也就是总量了 所有被正确分类的数据 占的比例 就是正确率 正确率可以反映 模型分类正确的能力 但如果只使用准确率的话 就可能会带来问题 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中 一共有20个标注 有两个是正类 18个是负类 样本严重的不平衡 正类数量特别少 我们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分类器 就是不管你输入的是什么 我们的输出都是0 都是负类 那么这样它的正确率 就会达到90%之多 如果一个分类器的正确率达到90% 应该算是不错了吧 但问题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们关注的正类 一个都没找出来 没挖出来 这有什么卵用呢 所以下一个指标就应用而生了 这个指标叫做召回率 简称TPR TPR呢 也叫真正率 真的正率 就是True Positive Rate 它是用TP 就是真实被分为正类的数据 除以TP加上FN FN代表的是甲负类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正类 那么用TP除以TP加上FN 意思就是说 被模型找到的正类 除上所有真实的正类的数量 就是正类被召回的占有率 那如果充分考虑 我们说到的正确率和召回率 就可以衍生出这么一个指标 我把它叫做Fmeasure 也叫Fscore F分数之类的 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分子是用R去乘以召回率 再乘以准确率 分母呢 召回率加上准确率 那如果召回率和准确率 有一个为0 那么Fmeasure它就是0 那如果召回率和准确率相等 那么Fmeasure就是它们相等的这个数 那一般情况下呢 Fmeasure是召回率和正确率中间的一个数 也就是说 Fmeasure实际上是召回和准确的一种权衡 如果有了Fmeasure这个参数 那么上面我们说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指标 也是我们可能关注的 比如像这个查准率 也叫精准率 它是指用真的正类除上真的正类与假的正类的核 也就是说 在所有最终被判为正类的样本中 有多大的比例是被正确的预测和判别的 那么有的时候 这个查准率比之前讲到的准确率更有意义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电商刷单商铺的挖掘 挖出来的恶意刷单商铺 我们是要对其进行惩罚的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呢 查准率指的就是最终挖掘的结果里 最终被判为刷单商铺的样本里 真实的刷单商铺占总体被判为刷单商铺的样本的数量的比例 那如果这个比例很小呢 就意味着有很多我们认为的刷单商铺 实际上并不存在刷单行为 那么这个比例高 就意味着我们认为的刷单商铺是八九不离十的 但有时片面追求这个查准率 有可能会降低招回率 我们在计算查准率时 有一部分真实的正类数据是没有被关注的 就是FN FN指我们认为是负类 但事实上是正类的数据 这部分是我们之前说的漏判的数据 在查准率是没有关注的 但这一部分也是属于真实的正类数据 所以如果片面追求了精准率 那么很有可能FN就会变多 招回率就会下降 另外两个指标都与错误分类有关 第一个指标 FPR就是指False Positive Rate 它是指用FP除以FP加上TN 它的含义就是有多少负类被划分为了正类的比例 所以它又叫做错误接收率 有多少错误被接收了 那么另外一个指标呢 F2R指的是False Rejection Rate 错误拒绝率 它的含义就是指真实的所有正类里 有多少是被错误拒绝的 也就是说有多少真实的正类没有被判为正类 刚才我们研究的主要是二分类模型 那么二类分类模型有一个正类 也有一个负类 那么这个正负都是我们自己定的 表示我们对一个类的关注程度 那如果面对多类的分类模型 我们该如何评估呢 多类分类模型 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混淆矩阵 就像这样 那么对角线上的都是分类正确的数量 和二分类不同 一般多分类任务中 每个类都是我们关注的 那么这样在计算我们上面讲到的属性时 可能会有点麻烦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最重要的三个 准确、招回和F值 准确率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多分类和二分类 准确率的计算是一致的 招回和F值的计算 就可能会遇到些问题了 我们在进行二分类任务时 所谓的TP、FN 都是先确定了一个我们关注的阵类 多分类任务这么多的分类 我们该怎么去确定阵类呢 所以就有的以下两种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 先计算所有的TP、FN 再以二值方法进行计算 这种思路是分别把每个真实的类别都分别看作是正类 然后把它们看作正类时得到的TP、FN都加起来 最后通过二值化的招回进行计算招回和F值 那么这里需要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在计算每个类的TP、FN时 一般只拿真实情况下该类的数据进行计算 真实情况下不是这个类的数据 我们不进行计算 那比如 我们把Y1看作是正类的话 用到的数据 只是所有真实情况下为Y1的数据 那如果这些数据被分成了Y2、Y3、YN 那都是分错 就是这么来计算的 那么第二种思路呢 就是我们分别把每个类当作正类 然后都计算一个招回率或者F值 最后可以取平均 这个平均可以按照类别的多少进行加权平均 也可以不加权 那么在Skler中呢 我们先打开Skler 这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API Reference 我们来找Matrix 然后我们得到很多关于Matrix的度量 比如这里有分类度量 这里有许多的分类度量方法 我们来找到我们的RecordScore 招回率 然后之前我们其实也见过 这里有一个Average参数 Average里Binary代表的就是二值分类 那Micro呢 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思路 就把所有的值 把它们的TP和它的FN都数出来 然后加起来 然后再算它的招回率 这里的Macro呢 指的就是一种不加权的平均 而这个Weighted 指的就是加权的平均 那通过Average这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实现招回率 或者是Fmeasure不同的算法了 接下来 不过Average 感谢观看